在山东青岛这一片宝地当中,不仅物产丰富,也是产出了不少优质的好演员,我们熟知的黄晓明,黄博都是山东青岛人,可以说山东青岛也算是一个高产明星的地方了。 而有一个青年演员,却凭借着自己青岛大姨的形象红遍全国,让大家都更加了解了青岛大姨这一形象,这个人就是青岛大姨张海宇,既然是COS青岛大姨的形象而大获起来,那么张海宇也必定是一个山东青岛人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,可以说当年凭借着青岛大姨的表演小片段,而让大家知道了青岛大姨帅真的性格, 并且于2016年,在参加金叶百乐门的时候,将这一形象推广得更加全面,更多的人开始喜欢起了。 他这一青岛大姨的形象,也可以说是表演得很实相像,在最开始的时候,在自己事业的瓶颈期,张海宇靠着自己模仿青岛大姨形象的片段而走红与网络之间之后, 他被签下公司,参演了金星所主持的金叶百乐门,在这档节目当中,他和蒋义组成搭档,自己男扮女装,两人组成情侣系列的小品,更是夺得大家的好评。 大家纷纷认为张海宇的女装,真的是让人觉得耳目一息,可以说除了青岛大姨系列深受大家好评之外, 他和蒋义的情侣搭档,也是让大家一致,觉得内容很是新奇。 两人组成搭档,表演也是十分默契,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。 当然,其中的其他卡斯演员们,为我们呈现了很多精彩的表演。 但是蒋义和张海宇的搭档,却是最为让人印象深刻的,其中的内容也是花样翻新,呈现着各种不同角度。 在节目当中,张海宇还曾经扮演过黄晓明,也是因为这个机会。 黄晓明将他签到自己名下的公司,也可以说自己是凭借着努力,而得到了黄晓明的赏识,两人还曾在自己的动态下互相互动,互衬对方为自己。 也可以说,张海宇凭借着这一机会,得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和平台,也让自己走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。 在今夜百勒门的拍摄结束之后,张海宇更是投入到了电影《遇见你真好的》拍摄当中,虽说其中也有搭档讲义的存在,但是这次二人并未组成情侣。 但是这部电影却讲述了一个关于青春时代美好的电影,虽说主角并不是他,但是张海宇那个有些颓废的体育生形象,确实很深入大家人心。 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年青春时代的美好校园爱情,除了在参加过电影《遇见你真好的》拍摄之后,他也是参加了网剧《粪才兄弟》的拍摄。 其中的表演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张海宇,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专业素养。 可以说这个山东青岛的小伙子,也将自己对于表演的那股热情注入到了自己的作品当中,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。 我们也期待着他的更多作品,在今夜百乐门当中,青岛大姨最喜欢的一个道具便是青岛脸基尼。 其中不少的明星都被青岛大姨戴上过脸,基尼这一道具看得出来,他们也是十分的喜欢。 看来青岛大姨在明星之间也是深受欢迎的一个形象呢。 也可以说通过这一道具的推出,也让青岛脸基尼被更多大众所熟知。 知道了这一在沙滩上防晒的好物品,也可以说得上是青岛大姨成为青岛脸基尼的野生代言人了。 就让我们尽情期待着青岛大姨戏力,也希望张海宇能够在自己的演绎道路上走出更加不同于常人的光辉。